习近平的任期一开始 西方就是敌人 在习近平的头脑里 这是法国世界报国际部副主任弗朗索瓦 布公即将于10月4日出版上市的一部新书的名字 在这本书中 身为亚洲专家的弗朗索瓦 布公试图对自2013年以来领导中国的习近平的思想和性格进行偷袭 10月2日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刊登了该书的一些节选 根据刊登的节选内容 首先习近平是反戈尔巴乔夫的 作者通过中共党员2013年观看的一部纪录片写道 自从习近平的任期一开始 西方就是敌人 而戈尔巴乔夫则是西方的傀儡 中国的新的领导人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的使者 但是太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结果是 习近平有可能要成为下一个伯利日涅夫 另外 作者还认为 习近平是黄土地的儿子 作者写道 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过乡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 其父亲也经历动荡 作者认为 在父亲受到鞭打的情况下 儿子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为父亲报仇的儿子 另一种是修父亲的儿子 而习近平属于后者 是修父亲的儿子 他的目标一直是要消除他父亲的错误所留下的印记